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在侵害人生罪条例加入没有保护罪 新罪行列明对若儿童若老等事件知情不报的人要负上刑责 法改会前年发表咨询文件 经过公众咨询并且参考英格兰、南澳和新西兰的法律之后 发表最终报告 建议定立新罪行没有保护罪 对象是保护16岁以下的儿童和16岁以上二受伤害的成年人 例如是长者和残疾人士等等 新罪行列明若旁观者 即是与保护对象同住有频密接触的人 以及负有照顾责任的机构员工例如是教师等等 明知对方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 包括精神和心理伤害等 而没有采取合理步骤保护受害人 如果知情不报需要负上刑责 委员会说新罪行不是针对阮实员工 当然我们明白很多员工有很多忧虑 觉得我要做到什么才可以不用背这个刑责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很简单的 你看到就求救 报告给上司听 找十次车送他去医院 之类之类的东西 报告建议如果受害人最终死亡 有关人士最高可以被判囚20年 如果受到严重伤害 包括永久伤害 就要判囚15年 控方无需证明被告人 是否有非法作为或忽略 但案件都必须在无合理疑点 并且是取得律政司司长同意 才可以提出检控 委员会也建议当局检讨 虐待及忽略儿童罪的最高刑罰 至于报告最终未有建议立法强制举报 小组委员会说 当局正是研究要求七类专业的人士 在接获可疑个案的时候需要情报 报仙电视记者吴家軒不道